但是要义呢其实也提到 算贺锦丽对于年轻人的踊跃出席 贺锦丽这一幕僚呢 说他们对此也是乐观以对 但目前最新的选举人票数 是来到了111票对上72票 目前贺锦丽呢是暂时落后的状态 但是除了美国民众本土关注之外 当然欧洲各国呢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一次欧洲各国 尤其是川普有诸多的言论 牵动了欧洲的敏感神经 因此我们现在要邀请到了 我们的欧洲之声的记者严俊 严俊让我们观察这一次到底 欧盟国家对于美国大选 他们最关注的焦点又包括哪些呢 是战争吗还是经济呢 对文一就像你说的 欧洲这边对美国这次大选 关注的主要的重点 主要还是在乌克兰战争 还有北约的未来的问题上 那么有关乌克兰战争方面呢 对于德国政府来说 其实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武器的 供应国和财政的支持者 那德国呢就是位居第二了 我们也看到贺锦丽呢 其实他已经非常毫不掩饰着 他对乌克兰继续支持的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川普希望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这可能就意味着乌克兰呢 可能会被被迫放弃大量的 大片的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但是说是在川普的乌克兰政策 究竟会是什么样 欧洲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呢 之前也有欧洲的安全专家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 如果是川普获胜 他就会出卖乌克兰 川普的问题就是在于 他完全的不会预测 是 严峻 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 欧陆各国其实对于 接下来两位可能入主白宫的人 他们的态度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从欧洲的各方面的 民调的结果来看 除了一些少数的国家以外 其实大部分国家 你能看得出来是 非常明显的支持贺锦丽的 那么呢 只有一个国家是比较例外 那就是匈牙利 就是奥尔班领导的匈牙利 他们对川普的支持呢 是压倒性的 那么其他国家 对贺锦丽的支持度呢 一般都是在50%到75%之间 比方说德国的支持率是75% 那其实在欧洲 特朗普已经 多多少少已经有一点 变成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 一个代言词了 所以主流的政界 其实对特朗普的支持 是很少的 也是比较惧怕 他当选的